你喜欢哪一种被爱的方式 我想听听荔枝的 哎呀 妈呀 不来我这儿吧 朝那边发射发射 你都问到你了吗 对呀 他本身就很难这样 哦 好 好 好 什么 我喜欢什么 被爱的方式 你喜欢哪一种被爱的方式 哇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我之前还跟朋友聊 我很讨厌别人送我花 对 大家都觉得很惊讶 我就觉得送花 就是很麻烦 我要把它弄回家 然后当着很多人的面 看见我抱了一束花 大家就开始猜测背后的故事 就我的点很奇怪而已 就是没有压力的 对 对 对 就比较自然 或者说我可以很放松 做自己了 所以有可能 可能会有一个状态是 刚好双方频率对到的 都没有压力 我记得他说自己 很怕给别人压力 其实这一点跟我非常像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他跟人相处 也是挺有边界的其实 也是需要慢慢去建立信任 建立这种亲密的连接的 就说什么喜欢哪种爱的方式 我真的是 我其实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自己喜欢哪一种 我觉得爱一定是让人舒服的 对吧 我觉得他有些事情太敏感了 敏感的话也容易受伤的 让自己太累了 多好 我们过了一题 没有累点的问题 该我了 说出自己过往经历中 发生的一件糗事 请自己回答 我没出这个 这太容易了 这太容易 我真是 我每天就干这个 曾经发生过的糗事 有一件很糗的事情 我小时候就在一个 我很喜欢的女生 也是很小的时候 在骑脚踏车载着她 然后有一个妈妈骑摩托车 就不想撞到我 就倒了 然后我就哭了 那小女生自己牵车回家 我就哭了 什么 就是小女生 她把车牵回家 她完全没事情 然后就牵着车走 然后我就在原地一直哭 你在原地哭 她没有把你带走吗 没有人把我 她没有把我带走 她觉得这个男的 这个小朋友 所以你哭了多久 哭了很久 而且我意识到 我爸在旁边吃面 然后我就跑过去找我爸 我爸装作不认识我 真的 真的 她就在那边吃面 我坐着 我就在哭了 我被车子撞了 什么 我就站在她旁边 她就一直吃面 完全不理我这样子 她是觉得丢脸吗 她觉得丢脸 那时候才很小啊 对 但是 可能她比较要面子吧 那时候 然后街坊邻居都认识啊 所以我在我喜欢的人面前 我会 我会 会有一个样子 我不希望自己 感觉是很糗 很蠢的一个人 我都希望我能够 表现出一种就是 我是一个很棒的男孩子 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会 其实会造成很大的距离感 对 就是关于自卑这件事情 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而失去了另外一半 或自己不够好 而离婚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家这个 要面子的这个基因是不是就 可能存在 可能存在 对 真的是非常糗的 一件事情 直到现在仍然是印象深刻 太糗了 太糗了